引起那個風暴,那個邱毅 他就是眉毛長在額頭 看相有一個 到最後一定要經過一個關卡 就是這個人你喜歡討厭那個感覺要拿掉 第二個,你的主觀意識要拿掉 你才能夠明明白清清楚楚把他看好這個人的相 這個主觀意識到最後要拿掉 再來要眉藏過目 眉藏要等,要過這個眼尾 這個我們的眼尾上面上去 眉尾要過目 每一場過目是跪下 然後要服貼 什麼叫服貼,一根接著一根叫服貼 同一個方向 然後要 油彩,什麼叫油彩呢 我們都知道那個毛筆 好的院台,用什麼送院末 毛筆 磨一下 然後 把它 弄在那個宣紙上 那一種黑是有光澤的 眉毛要那一種黑 另外一種黑是沒有光澤的 我們看油彩 水門外面就有了 還是那個什麼老 太老 月老 不是有漆色的意思 就是 他們的 他們沒有漆色,只有膚色 太老跟月老他們的膚色都是 黑黑的,暗暗的 沒有漆色 不會光亮 不會光亮 然後他們的眉毛呢 很像那地鍋有那種黑 你看多了就會看 像有些說 老師那個漆色怎麼看每個人都一樣 其實你只要去醫院看 躺在病床上 你看久了你就知道什麼叫沒有漆色 因為他血液都倒了 還要吃藥 沒有血液循環 那個 你血液中的那個多巴胺跟血腥素不好 而且自由基增加 因為你會痛 你要再治療 你身心交感之下 狀況不好 你汽車就不會亮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我們平常有個朋友 那24小時汽車都不亮都暗暗的 表示第一起碼 他沒有走運 第二有可能他身體有問題 這是一個看相 這個 看多了就是主觀意識上的一個總肛 總肛 然後眉毛要根根見肉 就是一隻一隻 在這個距離都看得到 看得到你眉毛裡面那個肉 叫根根見肉 然後要長癢 眉毛要有弧度 像這個 眉毛要有弧度 大概 我們這樣子是挺的 大概 15度以內 15度就很斜了 大概5度10度 要長癢 男生要見過眉峰3分之2 要見腳 見腳這五個性 要見這個腳然後再下來 來 政治人物 看得到 看得到